在直播间有同学问,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怎么理解? 知行合一就是知道并且做到吗? 显然不是,因为你知道的,可能只是你愿意知道的 每个人的认知都带有主观偏见和价值取向 其实简单理解,知行合一就是根据良知形式 这里的知是良知,而不是知识或者认知 知行合一就是知良知,完全根据良知来形式 良知和个人的知识和认知是有本质区别的 良知是根据事物本来如此的客观判断 是具有普遍性的,而认知是个人主观的价值判断 是不具有普遍性的,良知判断是先于主观价值判断的 而且经常被遮蔽,什么叫对事物本来如此的判断呢? 王阳明举了一个大学里面的例子 他说,如好好色,如恶恶秀 喜欢美好的东西和厌恶辐射的东西是人的本能反应 这不是理性思考的结果 比如我们放一个漂亮的玩具和一叠钱在面前 那成年人大概会选择钱 是因为我们的理性告诉我们,钱更有用 而小孩子会怎么选择呢? 小孩子不会进行理性分析 而是基于事物本身来判断 他认为玩具更好玩,他就会选择玩具 他认为钱更有意思,他就会选择钱 这就是根据事物本来去选择 而不是根据主观的价值偏好 你可能说,小孩子可能也有个人喜好 但这里想要表达的是,这种选择是具有普遍性的 意思是,任何人在此时此刻都会做出的选择 王阳明认为良知及天理 天理是具有普遍性的 而不是个人的私欲和偏好 所以当你面临选择的时候 你可以问问自己,如果是其他人会怎么选 或者任何人在此时此刻会怎么选 你要考虑的只是事情本身 而不是是否对我有利 小孩子选择的原则只是事情本身 而不是把事情当成实现自己私欲的工具和手段 王阳明认为,如果能抛弃私欲 我们的良知对每件事其实都有一个最原初最真实的判断 它不同于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 其实更接近于事实判断 但是要做到真正的自良知其实并不容易 因为良知经常被理性和私欲所遮蔽 而且我们的理性常常为自己辩解 提供合理性的证明 关于什么是良知 则学家齐则克在事件里面举了一个经典的例子 可以帮助我们理解 他说2002年的2月时任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 曾经在未知和已知的问题上 做过一个准哲学的思考 他说世界上有已知的已知 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已经知晓的东西 世界上还有已知的未知 就是我们知道自己并不了解的东西 除此以外还有未知的未知 就是那些我们不知道自己对其一无所知的东西 当然纳麦斯菲尔德说这番话的目的 是为了美国即将对伊拉克展开的军事行动进行辩解 他的意思是说 伊拉克可能还有美国并不知道的东西 比如萨达姆是不是还隐藏了其他的秘密武器 但是齐则克讽则纳麦斯菲尔德说 他可能还忘了第四种情况 那就是未知的已知 也就是那些我们不知道自己其实已经知道的东西 比如美国当时其实明明已经知道 伊拉克并没有所谓的大规模商场性武器 所以齐则克的意思是说 纳麦斯菲尔德其实是在自我欺骗 违背了自己的良知 齐则克说的未知的已知 其实就类似于王耀明说的良知 良知是潜藏在我们内心真实的答案 但是经常被理讯和欲望所遮蔽 这学家帕斯卡尔说 心灵自有答案 理性对此一无所知 良知其实就是我们内心的未知的已知 而自良知就是知行合一 你理解了吗 关于王耀明新学思想的更多内容 大家可以点击下方的链接 订阅我的王耀明新学思想专栏 我用了整整70期的内容 系统完整的介绍 王耀明新学思想 欢迎大家加入学习 我们下期内容见